说起娱乐圈中的老戏骨是数不胜数 可要是说到娱乐圈的小演员们 那肯定是屈指可数 戏数荧幕中优秀的小演员们 他们的表演有的浑然天成 有的纯真可爱 有的触动人心 有的满是灵气等 小小年纪就拥有过硬的实力 今天小编给大家讲的是一位 在2019年活起来的赵金迈 说起赵金迈相信大家都是非常了解了 2002年出生 是童星出道 他的演技从小就非常出色 现在是学生的他 已经担任过许多电影的主角 赵金迈曾在12岁的时候 就出演过新版的 巴拉拉小魔仙中的林美琪 机灵可爱的赵金迈 深受观众的喜欢 可以说是前途无量的新秀吧 随后出演了流浪地球后 成为了票房最高的女主 在少年派热播之后 赵金迈更是一夜之间爆红 演技真的是越来越好了 剧中的林妙妙 可以说是让人又爱又恨 人设计活泼开朗 但是性格又很固执 将林妙妙这个角色 发挥得淋漓尽致 今后的发展 也可谓是不容小觑的 如今的赵金迈 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 幸运或许确实是一部分 但绝对不是全部 虽然大家看淡不到 在幕后他为 权势人物所做出的弩 但是通过他所塑造的角色 相信观众们 都能看到他演技的进步 天上掉馅饼的事情 是肯定不会存在的 而我们可以看到赵金迈 是很漂亮的 大眼睛的乖巧可爱的 萌萌女孩 长相也属于比较讨喜的 她的美不是那种张扬的美 而是那种岁月静好 让人很舒服的长相 尤其还非常喜欢笑 笑起来露出的牙齿 又白又奇 非常的加分 在综艺《花与少年录音记》节目中 杨幂与赵金迈的铜矿 可谓是转足了观众们的眼球 让人耳目一新 没想到这两个年龄相差二十的人 居然戴起了同款草莓耳环 真还别说 相比于成千上万的名贵耳环 稍显连驾赶的草莓耳环 却也是格外的百搭 不管是秘密的棕色运动外套 还是赵金迈的灰色卫衣 一个单调的耳环 让他们变得分外简灵可爱 这对漂亮的姐妹花美到人心坎里了 而赵金迈原本就是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 现在不过也就是正在上大学的年纪 所以这个草莓耳环与麦麦的年纪刚刚好 戴上去以后就是少女应该有的样子 为赵金迈增添了许多的甜美风范 不得不说 19岁的赵金迈戴什么耳环都特别好看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一股青春靓丽 披着头发的她 看起来也十分温柔乖巧 有网友评论 大秘密与赵金迈 说明他们的感情很好 在节目中 韩东君表示自己和弟弟睡觉时 都是侧着身体睡的 而杨幂则是毫不避讳地说道 自己与妹妹赵金迈是面对面睡的 直到睡醒也是如此 随后 杨幂还说自己已经习惯每天和麦麦睡前 一起互相拥抱一下在睡 简直甜到了现场的嘉宾 最后祝愿杨幂与赵金迈 在未来的道路上发展得越来越顺利 也希望两人的友情能够一直这么好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喜欢的留下爱心和关注吧